哈囉哈囉我是慕妮 今天要來分享練成系統的攻略 因為最近花了蠻多體力在刷這個素材 有一點心得就分享給各位啦 練成算是除了抽到角色後練等級技能外的一個培養點 簡單來講就是做飾品啦 只是這個飾品數值有低有高 機率跟抽牌一樣非常吃人品 那怎麼進入呢? 從強化培育這裡再點廢育就可以進去了 裡面你只要找到黑貓 點想練成就可以看到 其實還蠻簡單的 主要是裡面其實有蠻多種類 除了要消耗素材也要消耗GP 那GP取得的管道其實太多了 這裡就不贅述了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消耗素材喔 那這個素材我們可以取得的管道 除了在這裡 廢育裡面的寶石人進戰以外呢 其實在我們的活動副本 也有機會在裡頭撿到寶石素材 當然這不是主流的取得方法啦 只能收集到極少量 但是在你前期體力很缺的情況下 你可以試著從活動裡面拿到 像我就有在刷S動物燒活動副本裡拿到寶石素材喔 不無小補喔 在前期的話 回到重點喔 煉成寶石素材的主要取得管道還是得靠我們的寶石人進戰喔 那寶石人進戰呢其實有分無種屬性嘛 分別是火冰雷光暗 光看顏色就可以做分辨了 那其中火光暗都是單BOSS 冰雷是雙BOSS 所以冰雷關卡相對來講難度是比較高的 這些關卡裡除了有同屬性必備的寶石以外 還有機會可以取得鑽石 而我們煉成的必備素材裡最難取得的就是鑽石 除了手環這個項目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會用到鑽石 但這個鑽石除非你寶石人進戰破到LV13喔 不然都會是機率性獲得喔 而我自己是推薦大家盡量去刷自己能刷過的關卡極限為主 因為等級越高的關卡除了經驗會更多之外 連同屬的寶石素材都有機會加倍 那一來一往的話其實差距非常大 只有LV12以上才有的專屬福利 如果你們能夠刷到LV12以上就盡量刷 再來根據我最近刷的體感呢 我覺得LV12以上出鑽的機率真的比較高 那素材取得管道跟難易度推薦關卡說完了 那再幫大家分類一下練成的三大飾品 總共有耳環、手環、罪戀 簡單來講就是特別效果、普攻效果、開場、SP效果提升和技能次數加1 除了上述效果外 重點是這些飾品還有附帶DP、智力、體力、精神、甚至還有幸運 以Break耳環來講總共有三個項目 技能、DP、智力 簡單化分為效果1、效果2、效果3 這三個的效果是分別浮動的 你可能拿到最頂的效果1 但卻拿到最差的效果2、效果3 也就是說每個人練出來的數值都是未知數 可能最頂也可能最廢 但這些數值對角色無論是攻擊或是防禦都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你遲早還是要刷的 早晚而已 再來這些飾品除了罪戀以外 罪戀是比較特別是要刷出職業 如果你讓一個Breaker裝上Defender的罪戀 那是完全不會觸發開場SP加3的效果的 而手環跟耳環你刷完旁邊會有加1到加6 加6就是最頂 能培養通通加6當然是最好 但也要夠歐 以平均值來講我覺得能刷出加4以上的就算很優了 那加1到加3可以說是加常便飯 那除了用加1到加6來看好壞之外呢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你的主力輸出 效果1跟效果2盡量要是接近滿的 這兩個效果是比較有用的 當然三個都滿是再好不過 但你也要夠歐嘛 而非主力輸出這裡一直輔助 就是以效果2效果3接近滿為優先 增加再長時間啊 能扛傷害就好 不用刻意追求三個效果都要全滿 那在前期體力緊繃的情況下 優先刷出哪種飾品就很重要 我推薦先幫主力打手製造出一套練成全餐 以打手作為取向的話 建議第一個先刷DP技能和HP技能攻擊上升的 Breaker和進攻二環 第二個再刷跟主力打手同屬性的走環 第三才是跟主力打手同屬性的最練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一個練成全餐 前期先已製造出6套即可 像你是培養雷隊的 就是培養出6套雷屬練成全餐 因為做出6套一定數值有好有壞 就把最好的給主力輸出 依次分配就可以了 反正前期饑荒能用就用 等隊伍都有一套之後再慢慢淘汰數值差的就好 這裡再針對飾品加強補充一下 首先是耳環 那之所以推薦DP跟HP加成 是因為他可以提供非常穩定的增傷 相較破壞跟OD耳環的話 他們都是要看打擊數 所以你考量到大家前期角色缺乏 或是沒有培養高連擊的陣容 效益是不會有DP跟HP耳環來得高 所以並不是說破壞跟OD耳環沒有用 只是還是要看場合跟陣容去做調整 等到後期有多餘的材料再回頭來做就可以 接著是手環 雖然看起來普攻附帶屬性傷害感覺很強 但你有玩過就知道要靠普攻打贏BOSS 實在天方夜塔 那一點點的傷害幾乎是微乎其微 所以這遊戲主要還是要靠堆技能 做一次強烈打擊取勝 所以重點就會放在他的效果2跟效果3 帶來的能力 像是手環他是可以增加體力跟精神 簡單來講這兩個數值就是雙防 是可以很有效的增加角色坦度的 所以我們看中手環的就是他後面的效果 最後則是罪戀 撇開需要刷職業技能之外 最特別的就是他有一個可以讓屬性技能施放次數加1 像是遇到一些需要大量屬性招的關卡 有沒有帶罪戀就差很多 有時候關鍵就是剛好差那一次 再來只要失業符合 就是初始SP可以加3 針對一些高SP消耗量的角色實在太好用了 非常值得 但依舊不會把罪戀當作優先培養的對象 主要是你會發現他沒有其他的能力加成 就是純粹的技能次數以及開場SP加3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不推薦他優先培養的原因 那這大概就是這次針對飾品煉成的一個加強補充 再來就是煉成所需要的鑽石素材是隨機掉落 但是你只要在寶石人進戰LV13通關就是保證取得鑽石素材了 不過由於寶石人進戰LV13難度非常高 所以前期幾乎不太可能打贏 而且每次煉成也會耗費大量的GP 是比較推薦玩家在戰力或是副本上面有卡關停滯的時候 可以再前往培養煉成飾品 畢竟煉成會消耗非常大量的體力及時間 而且鑽石也並非保證取得 很有可能你花了一大堆體力 但是一個飾品素材都沒取得 也有可能你做了一堆飾品 但是效果卻是最廢的 簡單來講就是做出一個好飾品 就跟你抽到一張好卡 一樣難啊 再來我也分享一下我個人在用的一個刷法 舉例我是雷隊 我現在已經刷了很多雷關的黃寶石 但是我很缺鑽石 這時候我想要在雷關刷到高戰力的副本就很難 主要是雷抗實在扣傷害太多了 這樣我就會去找到有雷屬攻擊加成的冰關 去刷出高戰力的關卡 以我本身的粒子隊伍戰力11000多 但是可以刷到LV12 13500戰力的這個關卡 所以屬性加成效果還是相當好的 不僅可以透過高戰力關 經驗爆多能快速練等外 體感上我也覺得拿到鑽石的機率真的比較高 效益我個人認為是最好的 尤其是LV12 你還有拿到更多素材的可能 當然如果你能夠破到LV13 14000戰力的這關 更是100%可以拿到鑽石喔 等到你在這些屬性加成關等級練得更高 戰力更高之後 再回頭刷你原本刷不過的雷關 或者是你一開始卡的那關 因為你在屬性加成有把整個隊伍角色等級拉高嗎 也許你回頭過來刷原本刷不過的關卡 就能刷出更高戰力的關 那還能順便拿黃寶石這樣 效益我個人認為是更大的 以上就是這次練成的攻略心得分享 歡迎交流討論 我是慕妮 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